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我們是這個張家福奇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高雄的這個探佐馬里 那為什麼我們不來探佐馬里呢 因為探佐馬里號稱是南部屋嘛 有人甚至說探佐馬里不屋嘛還屌 但是我剛下火了 好 那今天我們點什麼套餐 我今天點了三個套餐 然後就是提到我們自己的口味點物 因為它有一些單品是有加價的 反正就是三千米然後另外再加一層 還有雞湯 我們先喝一點雞湯啊 這個雞湯就是三點照馬里的雞湯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品嘗第一道菜 紅豬絲瓜 那為什麼剛進口的時候有汽車安堡味道 真的 亂講啊 真的 後面就是滿像的 就是好吃的汽車安堡味道 哪也來的汽車安堡 上面有撒一些胡椒還是什麼之類的 有炭烤味然後有鹽味就這樣子 那邊請品嘗豬籃骨 我沒有看過這個鹹肉的豬籃骨 烤乳做的時候我感覺會吃到這個東西 好像在吃花籽喔 對 就是真有味 很像烤花籽 這個白鯨餅 很像的菇 烤過之後很有水分 趕快去就吭汁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從前菜開始介紹 涼拌洋蔥 加了台魚片跟一點點醋 它是酸的 它是開胃的 我先吃一下這個 湖一幫它燃到醋 因為它好像有一種 薑汁的味道 我很討厭薑汁 那我們就請這個 不討厭薑汁來給它一點比較好 它是一個 室友若無的餐點 就是它入口即化就是 你吃完送不出來 你比較吃的什麼的那種感覺 可是這是好吃的 可是好吃在哪 你好像有很多 我們接下來吃微辣牛筋煮 牛筋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一道的味道 越咬越香 因為它的味道都偏 有內涵 說真的這個味道 讓我想起一個 我也很愛吃的東西的味道 採上巧克力的後面 如果你們有吃過的話 它的牛肉上面是有一匙的 很像是筋 上面一整條 就是咬下去 就是那個味道 就是筋啊 基本上一模一樣 然後加點蔥 加點辣味 個人覺得也蠻好吃的 生魚片 它這個鮭魚身片 跟我平常吃的 好像不太一樣 就是鮭魚油的油味 就比較香 就是它肉比較Q 油味好 就比較香 我看今天也沒什麼食材的機會 就多加點菜吃好了 它有一種重疾了我的味道 你會知道蛋的味道 然後就會進入一個很深的菠菜的味道 這好這個 你沒有想到它味道那麼重 基本上 前面剛入口的味道 非常的混亂 把菜咬碎之後 你會感覺你很像 變成一頭牛 就很像你在吃水煮新菜 很重的那個植物味 菜味 假設你也是喜歡吃菠菜的人 你應該會 極喜歡這一道 這個也是太喜歡很神奇的東西 這什麼 它很像是那個過年的餅乾 我也吃的味道 下面其實就是 很鹹的蒸蛋 對 我必須都知道 現在它每一道都是創意料理 我剛剛說它是創意料理 我可以 可是 它就是很快的空格滾搭 所以它沒有什麼連結性啊 就是 剛剛 像剛剛那一道也是 它就是 它也沒有融合在一起 就是 那一加一大一二 蒸蛋是蒸蛋的味道 那你下一道 鰻魚飯 鰻魚飯 鰻魚 它那個飯我吃不出來的蛋 就是有一種用 是創意料理要鰻魚 說真的這一道 它不會難吃 可是 很奇怪 就是可以拌也可以不拌 所以你說 你吃韓國的那種食物拌飯 不拌很奇怪嘛 就有一些有辣味 有些沒辣味 就整體口味不一樣 這一道就是 你不拌的話就是鰻魚飯 你拌的話就是 多鰻魚拌飯 對 它各自是可以分開吃的 那 那怪的地方 因為鰻魚飯一般 不會放 食物 對 就變成是很像你的鰻魚飯 放太久了 所以不然變硬 就是你隔夜的飯 然後上面放的新鮮的鰻魚 蛋 就 你不知道它這個組合是什麼意思 就它的鰻魚好吃 它的蛋也好吃 可是 這三個大家一起 跟這三個分開 好像是一樣 牛肉組合 上面這一個的話是板腱牛肉 這邊的話是雪花牛肉 再來顏色比較鮮豔 比較像的雙醬牛肉 你已經吃了 你先發表一下雙醬高間 就是Costco那種 比較貴的飯 牛肉味是相對 比平常的重一點 可見做飯 不是透明的 我們拿雙醬當基底 然後來看一下 板腱跟它有什麼差距 有什麼爆吃啊 你一般去外面吃到的板腱肉 基本上是快要沒有油花 然後你就像我們這樣子 純烤 沒有醃漬那個調味的話 它會有一股肉燒味 可是剛剛這個板腱是 它的肉燒味是比較淡的 而且它 就算是板腱部位 它的油花還是算有在 所以你吃起來 不會像一般的板腱那麼彩 但還是有點 雪花 雪花 一般我出去外面吃 美國牛的雪花不會的話就是 就是非常油 入口下去就是 滿滿的都是牛油味 可是像剛剛那片尾雪花是 你還是吃得到一點 澳洲M9的牛肉 那樣就知道 我想問一下 那個是哪一盒的牛 最早講對了 可以點進去的剛剛那個 這個是肥牛肉 精采的 肥牛肉 肥牛肉 夠肥嗎 肥喔 這好吃 這好吃 這個就真的是美國牛 這個是美國牛嗎 對 我想看好不好 牛肉專家 牛肉專家 如果你兩個一起吃的話 差別就超明顯 反正也算很好吃 看它 你先吃澳洲牛 但是 我沒有哪個是澳洲的 下面那個是 你去感受一下它那個 牛肉的味道 就是重的那個味道 完全沒有那個肉的味道 嗯 有差吧 這片超過癮的 這片超過癮的 你要感受一下它的那個肉味 那時候還沒有全熟 一燙 然後你先記住這個味道 然後你等等再吃 速個口速個口 對 速個口 你不會覺得那個肉味消失 這個比較好吃 對啊 就是一般來說 就是有挖到 最早這一集觀眾不會在下面的人說 又在那邊裝懂哪有差啊 那吃得出來欸 什麼的 他們流那些鹽 不會洗到我們的臉 但那只是證明他們 沒吃過的 他洗一些臉 流鹽 你幫我們沖油鹽吃完了 那歡迎大家在留言罵你的頭 不要再罵我了 不要再罵我了 寫卡喔 那你可以這樣怎麼樣 這杯馬冒的 沒有就是 如果你吃水果是喜歡吃甜的 你就會很喜歡這一杯 因為這一杯就是 都是香 然後雞是腿酸微甜 然後鳳梨是就是也是甜的 所以你的味道就是很香 然後帶著甜味跟一點點酸的 這我今天唯一認同的是 他 那我覺得今天可能有點不公平 因為我們之前吃過 人好之前吃過 然後對這一家都是極高評價 對 我們都是因為覺得很好吃才來看 對 可是說實在 今天的食物體驗 除了我覺得 創意料理 真的很創意外 我覺得不管如何都是 皮膚把好一點 快要最後的最後了吧 這個看起來還蠻新鮮的 我覺得這個小姐好吃 好像加到 這個小姐OK 就發現 它的新鮮食材 是OK的 甚至它的菇 跟瓜都很好吃 好啦 那我們現在 東西都吃得差不多了 開箱也開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剩甜點 我們現在就把飯吃完 然後等一下再叫店員上甜點 對 飯還剩肉都就馬魚剩飯塊 不好意思 麻煙都被這位小姐吃了 不好意思 我比較喜歡吃馬魚 可以再點一碗來吃 這一道應該算是可以 重複點 它這道就沒有什麼問題啊 它只是 1加1加1 沒有等於5而已 它還是等於3 它還是等於3 這個奶肉 這個奶肉 不是牛奶口感 這個奶肉 是茶凍的口感 它不錯 滿色色的 很好吃的耶 布丁我來試試看 我也是布丁達人 這個就很棒 我覺得 這個很值得量 它蛋味超香 超濃的 它牛奶的味道很棒 然後 它的蛋味也很 我突然發現你吃 哇哇拍這個 下不來吃嗎 所以現在在嗨啊 這個綠魚肯定不是正常火炸的綠 I don't like this 大家要越來越負面了 I don't like this too 我們會來這家店主要是因為 我們各自分別在台南都吃過 看什麼馬力 我們都是第一次去吃分別的時候 都是給予直高的評價 這一次只能說 有可能是我們期待太高 讓我們這一次的體驗沒有到很久 夢想中的畫面 可是 說實話今天 整趟下來 雖然我們 的評價沒有到說 好像聽得很正面 可是我覺得 100分來說這一份 85一定有 今天沒有喝酒嗎 沒有 等到他熟吃了 我們對食物的評價 感覺沒有那麼好 原因是因為我們已經 跳過了材料 因為我們各自吃過一次 我們都知道 比如說肉和海鮮 一般來說都是新鮮的 所以我們已經不會討論說 新不新鮮 我們重點是在於它 看好不好吃 就像一個老師嘛 他對一個優秀的學生 他本來平常就烤80分 其實我都想說 你怎麼烤75 你怎麼了 你真的嗎 但其實烤75還是很高的 今天的話 我們總共的挑備大概是3200上下 100900多 其實能吃到的肉啊 這種海鮮 其實已經算不差了 假設上一次是100分 這次應該是大概85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周邊的餐點 非常合我的味 就是它有一些什麼蟹肉 然後什麼 蒸蛋啊 或者什麼 就是做的很中規進去 我剛剛去看了一下 因為我以為他點的 就是他只是點他喜歡吃的 所以那麼怪 可是我後來去研究了一下他套餐的 副餐 其實好像 他也沒有亂買 就以前他是很正規 然後可是 現在很像是 有點想要 這個初期 標新第一 就是我要創造一些新的一些點子 所以沒有一加一大於二的那種感覺 大概就這樣 一加一加一沒有等於五 一加一加一沒有等於五而已 老師 你不要一直在改題目 真的 你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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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好不要吵 同學不要吵 老師現在宣布 非一起到這邊 結束 喜歡我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訂閱 按個 開個影片通知 按個讚 那這期影片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見 掰掰 很好吃啊 茶凍的口感對不對 對啊 那你剛剛不是也說很好吃嗎 我覺得很好吃啊 龍哥好餓喔 龍哥還把炒冰吃完了 炒冰吃完了 這個也吃完了 肉也吃完了 飯也吃完了 那你給幾分 100分啊 超體驗種 真的比較適合 這簡單是前面的預告 對 100分 好可憐 好可憐